有越来越多的外籍配偶融入了台湾社会 而机车也成了他们的代步工具 但是绝大多数的外配他们都是无照驾驶 因为这样张化县一处的民众服务站 就替这些新移民举办了考照辅导班 越来越多外籍配偶融入台湾社会 机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 为了协助外配拿到驾照 不要再驾行分间或是居留证 张化县线西乡民众服务站举办新移民考照辅导班 上课20小时使用电脑听语音报读作答 题目都是老师交过的考古题 21名外配全部过关 我们在家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文字 我们不了解那个意思 经过老师解释那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很多 对我们好事有很大的帮助 各县市只有一处监理站 张化县也不例外 外配大劳员跑去卡照并不方便 如果有在地考照 又有事前补习的服务 对外配来说可以让他们感受台湾的温暖 给他们方便服务他们 让他们觉得说台湾是他们第二个娘家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 在乡下生活本来就以机车代步 入考难不倒外配 带好安全帽上路 直线或者是转弯 比比试还要容易过关 只不过在各支法限制之下 有心帮忙外配的单位很难拿到名单 以后外配再替考照的福利就可能成为绝项 联合报警惠真张化报导 在乡下的服务上 在乡下的服务上 在乡下的服务上